军情直播间即刻播出 两天前刚刚在珠海落下帷幕 其间代号为昆鹏的中国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 首次亮相引发了各界高度关注 而同一时间参加航展的还有俄制的一尔76运输机 以及美制的C17运输机 他们都是各自国家军用运输机的中间力量 那么运20首次公开亮相究竟传递了怎样的信息 美俄大型军用运输机的研发和使用经验 能否给我们提供借鉴 据了解大型运输机不但能够执行运输空头等任务 而且作为空中航母还能进一步被改装成 预警机 加油机 电子干扰机等等特种飞机 那么运20作为一款战略大型运输机 主要发挥怎样的作用 又将如何助力解放军实现战略远程打击呢 深圳卫视特派记者奔赴珠海带来一手观察 同时我们的特约军事评论员也将在航展现场 为您深入分析解读国内外大型运输机的性能 马上掌握最新消息 今年驾逢中国航展的18岁成年礼 此次航展展出的各类飞机超过130架 国内外展商近700家 相比2012年第9届航展113架和650架展商的规模 再创历史新高 博览会以八一飞行表演队的飞行表演拉开帷幕 空军首批尖机机女飞行员驾驶尸表演机 以绚丽的空中芭蕾为空军65岁生日献礼 而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的首次亮相 也成为本届航展的最大亮点 前来参展的运20采用了浅灰色涂装 垂尾会有巨大的五星红旗图案 运20的官方代号为昆鹏 是我国自行研制的新一代大型军用运输机 于2013年1月成功首飞 在飞行表演中伴随着发动机的阵阵轰鸣声 昆鹏庞大的机身在空中大角度转弯 低空穿行征服了在场的观众 在空军成体系亮相的队列中 被称为胖妞的运20 是本次航展中国派出的重量级选手 在今天的飞行表演中 运20的大角度拐弯以及低空的飞行 都是引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其实只有取得了相当的成熟度和可靠性 才可以在万众瞩目的航展中公开亮相 那么这次运20在航展中的经验登场 也是说明了中国在大型运输机研发上 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他到这里来参展就说明 设计方已经是对他很有把握了 还有一点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大运的研发实际上从某种意义来说 并不是航空工业里面 难度最大的一个机种 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 在60年代末 苏共中央提出了对大运的需求 那么一流生社局也在差不多四年的时间里 拿出了时机 而且仅仅一年后就参加了本国和在法国举行的航展 这说明大运的主要的用途 更关键的是在于把物资和人员 投送到指定的目标区域 从这个角度来看 大运的第一指标是可靠 而非机动表演 前不久中航工业集团发布的运20宣传片昆鹏 更是让人为之一振 其中展示了从设计研发到生产制造 一直到正式试飞 直至参与执行任务的全过程 其中应物高速机种机体丝毫未损 以及飞机推出宽大的总装厂房的画面 令人印象深刻 而结尾时五架运20一字排开 飞跃象征中华文明的故宫上空的场景 更是让观者感受到了一股 昆蓬展翅九万里的豪迈气势 运20正因为它的军用大运的特征 而且是我国大飞机发展的新里程碑 在此进行一个对国内外的宣戒 显然反映着我们航空工业更加自信 而且更加与国际接轨的宣传模式 至于说到大运的服役期限 我觉得可以参考美俄在这方面的经历 首先苏联当初在发展1276的过程中 从概念提出再到设计研发 再到原型机的出现 整体的过程大致是以两三年或者四年为界 而如果说进入到了工厂试飞 再到国家验收这个阶段 实际上往往一年左右时间就够了 如果一个国家在自己的财力 科技实力 还有部队需求非常旺盛的状态下 去推动这个项目的话 它的能力生成周期是相对较短的 同一时间参加珠海航展的 还有俄罗斯研制的1276运输机 以及美国研制的C17运输机 它们是各自国家及外国用户军用运输机部队的中间力量 虽然相较于再重量超过70吨的美国空军C17运输机来说 它并不具有优势 但运20与美军C17俄罗斯伊尔76运输机同台亮相 这对于我国大型运输机来说 已实现了从望尘莫及到同台竞技的发展 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运20的两只大翅膀 有近50米长 运20的机翼采用了悬臂式上单翼高至梯尾翼的基本布局 从结构上来看 运20十分肥硕 这也是现代运输机最明显的一个外部特点 随着技术的发展 现代战车越来越多的加装光电探测系统 附加装甲导致了其宽度和高度的增加 也对货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或使飞机必须使用大尺寸中翼整流罩 几乎全部覆盖到驾驶舱上 从而使飞机的外形看起来像标准的驼背 同时运20采用了多轮多支柱式起落架 提高了对机场跑道的适应性 使它能够在简易的机场或者高等级的机场进行起降 特约军事评论员吴建认为 军用运输机的一个特点就是要考虑战场环境的存活性 尤其是在野战机场起降或者敌后空投时 极易遭受敌方火力打击 所以抗战毁能力也是军用运输机的一个重要指标 以C17为例 它在拳击任何部位都可以承受12.7毫米穿甲弹 以秒速600公尺的速度射击 在座舱和关键部位还有重达半吨以上的碳化棚装甲 U20的抗战毁能力官方没有权威公布 但可以预料在驾驶室大梁等关键部位使用了装甲加强 此外红外干扰弹 导弹预警系统 电子对抗这些也肯定有 战略运输机它因为的后勤保障要需要比较大 所以它其实我们叫飞航这条路线 事实上是很脆弱的 这一个那么长的路程 事实上这沿路都有可能遭受到敌军的狙击 那这个狙击可能来自于空中的兵力 或是敌对的敌对空飞弹或导弹这个威胁 所以其实这个所谓战略运输机的运输航线是相当脆弱的 那当然它沿途的我们叫后勤支援措施也会跟着庞大 这是战略运输机在所谓的战略考量上最大的面临的盲点是这边 事实上在现代战争看来不可或缺的军用运输机 它的历史不过六七十年 中国的运输机研发可以追溯至抗日战争时期 1942年在南川第二飞机制造厂林同华教授的带领下 经过两年多监控努力成功研制出了中运一号木制双发中型运输机 飞机被正式定名为C0101运输机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 中国空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产主力机型只有运武轻型运输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 世界大型军用运输机的研发进入了高峰期 然而在这一领域的竞争者 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中国仿制前苏联安12B中型运输机的国产运八飞机 在八十年代初期射击定型 我们在中型运输机领域的研发才刚刚起步 进入新世纪之后 中国航空工业在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 基本具备了研制大型飞机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 运二零的研制与当时的中国对预警机平台的迫切需求有关 2000年以色列迫于美国压力终止与中国在预警机方面的合作之后 中央下决心研制预警机 急需大型飞机作为平台 当时要求要以1276为蓝本 在技术上比1276MD型先进 西飞的技术储备这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拿出了总体设计方案 也就是现在广为人知的运二零 运二零项目的主要迷局之一与其动力装置有关 第一架运二零试验样品升空试飞时 使用的是俄罗斯的D30KP2发动机 其来源值得一提 据报道 中国早在2005年就与俄罗斯达成了增购35架全新1276运输机 和三架1278空中加油机的合同 中国迅速地向俄支付全款 以求尽快收获 但俄方将这些资金挪作他用 未能够履行原有合同 经过中俄协商 最终俄方同意以优惠的价格 向中国额外提供一批 经过翻新的二手1276运输机 同时承诺 向中国交付数百台1276所使用的 D30KP2涡轮风扇式发动机作为补偿 俄罗斯D30KP2发动机 是一种70年代水平的 大推力涡轮风扇发动机 对当时的中国来说 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 大大加快了中国大型运输机 和中程轰炸机的研制服役进度 但是D30发动机毕竟已经老旧 而且作为一款全进口的发动机 为它建立一套生产后勤系统 也不实际 所以U20换发动机势在必行 有消息透露 中国目前正在研制几种国产发动机 而且已经接近尾声 未来U20的载重量还能够再提升10吨左右 选择D30这样的舶来品作为运两栋的现有动力 我个人觉得更多的是在于确保项目的稳步推进 和现有原型机测试的进度 我个人认为选择第三栋并不是意味着 就说是选择了落伍的发动机 就意味着飞机的性能落伍 因为大运是一个发展潜力很大的机型 它未来可以根据市场发展 还有自身能力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合适的动力 从大型的运输机到中型的运输机 包括我们以前也有一些轻型的运输机 这样形成了一个体系之后 使得我们整个系统的体系的力量得到一种焕发 因为我们都知道1加1往往是大于2的 重型运输机和轻型运输机的 这样的一种配合的使用 它最后的效果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型运输机 或者说简单的大型运输机效果的叠加 从全面研制到首飞成功 U20仅仅用了五年多的时间 这是同类飞机研制时间的三分之二甚至更短 而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U20也采用了目前航空技术的最新成果 都是当年世界上我认为是顶尖的技术 激光堆积成型技术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3D打印技术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 2013年1月 U20首飞成功 U20总设计师唐长虹在接受央视专访时 总结了U20的研制经验 这方面我们重分的利用 从设计到生产 一直到管理 重分发挥并行工程的这方面的好处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 所有的餐员单位都用一种逼声的信息 幻想拼搏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重新研制比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U20首飞成功填补了我国大型运输机的空白 对于推进我国经济和国防现代化建设 应对强险救灾 人道主义援助等紧急情况具有重要作用 标志着中国已经跻身世界大飞机制造大国行列 不到两年的时间 U20已从成功首飞迈入公开展示 技术上已基本定型 有报道称 未来两年内 首架量产型U20可能在空军投入使用 我们通过U20也还可以迅速的 使我们的一些主战装备 迅速的部署到突发的地点 那么这个战略价值 巨大的战略价值 这是只有U20才能够实现 在刚刚结束的珠海航展上 中国U20 美国C17 以及俄罗斯1276三款空中巨无霸的首次巨手 格外引人瞩目 那么这三款大型运输机各有何特点呢 相较已经服役230年的C17和1276 中国昆蓬U20还尚属年轻 那么美俄在大型运输机的发展和使用方面 又带给解放军哪些启示呢 美军的C17运输机被称为环球霸王3 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可以同时适应战略战术的任务运输机 C17的最大装载能力超过70吨 可以运送包括主战坦克 步兵战车等大型地面主战装备 它的有效任务半计呢 达到了4000公里左右 大大提升了美军全球空运调动部队的能力 据参与珠海航展的美国C17运输机的一位飞行员介绍 这架C17是直接从美国夏威夷飞到中国珠海 飞行时间为14小时 中途没有进行任何停留或者空中加油 C17隶属于太平洋空军 而这位飞行员所属的连队 也经常在北至阿拉斯加 南至澳大利亚 东至美国海岸 西至日本和韩国的广袤太平洋地区 执行飞行任务 事实上这并不是C17的首次中国之旅 在2009年10月20号和2012年8月2号 C17都曾来北京首都机场进行转场和补充 然而在运20抵达航展之前 美国的C17对珠海航展的态度一直很暧昧 没确定说来也没确定说不来 直到航展的前一天才抵达 有专家认为 这是因为C17在美国的订货已生产完 没有订货生产线就很难维持 一旦停产再开就很难 而参加中国航展的军方代表客户众多 美方参展可借中国航展展示C17的性能 挖掘潜在的客户 在今年4月 美国波音公司也曾公开表示 将于2015年年中 关闭C17军用运输机的生产线 比原计划提前三个月 虽然C17面临停产 但其性能依旧获得了 相当一部分国际用户的认可 目前澳大利亚 英国 加拿大 印度 卡塔尔 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六个国家 现在正在使用C17 还有13个欧洲国家组成的共同体 再共用三架C17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C17来珠海参加航展 是在中国的运二龄研制 已经取得了突破 而且可以说运二龄的服役 已经指日可待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因为我们自己在这方面 已经有了很大的成果 或者说成就 也许美国人觉得在这方面 它没有必要再去保持一种 神秘的色彩了吧 这可能也是一个因素 身为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 举足轻重的一款战略运输机 C17的发展耐人寻味 据悉发展C17的时间 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久的 从1981年赢得合约 到1995年完成全部的飞行测试 共经历了14年 美国高层认为 一旦欧洲爆发战争 只有大规模的空运 才是唯一可以把美国本土部队和装备 投入战争的手段 为此 美军凭借雄厚的航空技术实力 组建了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 空中运输部队 这支部队由81架巨无霸型C5A 和284架能够运载装甲车辆的C141A 以及数量多达近2000架的C130运输机组成 然而 这些运输机都必须再次转运 才能够将人员和装备 送达前沿野战机场 而且 这些机场几乎都在苏联各种导弹武器 攻击范围之内 因此 美国空军提出了一个很新颖 但非常关键的要求 一战时运输 也就是说 不管新飞机有多大多重 必须要像一架小飞机那样 能够在长度较短的土质跑道上起飞和降落 而不再必须需要2300米长 高品质混凝土跑道 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我身边呢 就是作为本届珠海航站 特别来宾之一的 美制C17全球霸王运输机 C17最为人称到的就是 它的出现改变了二战期间 二次转运的空运格局 使得直接将重型武器装备 空运至前沿野战机场 不需要中转环节的一战式运输 成为了现实 那么 环球霸王是如何实现一战式运输呢 首先 C17的霸道之处在于 它天生具备魁梧霸气的身段 一战达到了50.29米 长度是53.04米 机体高度是16.79米 约为姚明身高的6倍 机身最大直径可以达到6.85米 C17采用大型运输机常规布局 机翼为悬臂式上单翼 前缘后掠角是25度 悬臂式梯形尾翼 除了霸气侧漏的身姿 它的实量也是相当惊人 可以称得上是大胃王 最大的载重达到77吨 各种被空运的车辆 都可以直接的开入舱内 在货舱的设计上呢 按能在货舱中 两排布置6辆5吨级卡车的要求 C17货舱它的宽度为5.48米 长式26.82米 高式3.76米 这样的宽度也可以满足 三辆吉普车并列 那么如果搭载直升机的话 C17能够搭载三架 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并且保持直升机是处于战备状态 一旦卸载可以立即投入作战 此时还能够再搭载38人和4个货盘 此外为了装载55吨重的MA-1主战坦克 货舱地板纽铝合金纵量加强 达到了60吨的最高承载能力 连重达62吨的MA-2型主战坦克 也是可以顺利承载 此前C17运输机呢 就曾经从美国运送一支逆吉金 返回冰岛海域 当该机运送兵员的时候 可以在货舱每一侧布置27个可折叠式座椅 机身中部呢 还可以安排48个座椅 总计是102名全副武装的散兵 分析指出 如果美军动用所有共290架C17 即可以在24小时之内将一个营 48小时内将一个旅 6天内将82红降师 部署到世界各个地区执行任务 除了体力强劲之外呢 C17脑子也很好使 采用先进数字式航空电子系统 机组成员只需要两名正副驾驶员 和一名货物装卸员 即可以完成所有的规定动作 正是因为C17能把目前只有C5 才能承担的大型装备的空运能力 和只有C130才具备的短距跑道起落的能力 结合在一起 一举奠定其一战式空运霸主的地位 在珠海航展上 另一款备受关注的运输机就是俄制1276 相比C17的暧昧态度 1276却是早早的来到了航展现场 并为苏35战机提供了全程维护保障 在俄军事战略当中 1276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后勤保障角色 按出道的时间来看 首飞于1971年的1276 是名副其实的老江湖 1991年首飞的C17 和2013年首飞的运20 是名副其实的晚辈 在1991年科索沃的违和行动当中 俄罗斯出动6架1276大型运输机 先将1000名士兵和物资 运送到科索沃境内 然后空降200多名散兵 以迅雷不羁掩耳之势 抢占了普里什蒂纳机场 赢得了俄罗斯同北约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 1276的出现就使得 像尖机在野外环境下 或者说是远离国土的环境中 进行使用的话 就有一个保障的问题 比方说 像俄罗斯著名的勇士表演队 在东南亚 在中国 还有其他国家 进行一个跨境表演的时候 1276可以携带苏两拐 所必要的AL31的备份发动机 还有一些相关的耗材 这一方面就显示出很重要的 一个所谓的空中保姆的角色 对于同时亮相的运20 C17和1276三款大型运输机 外界难免会将它们做比较 从外形来看 C17的体型最为庞大 而1276和运20 虽然在机体长度差别不大 但运20明显更为短粗 这说明其机体直径更大 更有利于装载大尺寸货物 而且运20由于在研制时间上有后发优势 因此得以应用 诸如复合材料等技术减轻空重 并且运20采用了数字电船操纵系统 从央视报道的画面来看 其座舱也实现了玻璃化 并安装了在西方先进大飞机上 普遍使用的演射式评显 驾驶员视野明显增强 作为对比 1276的最新改进型 12476虽然也实现了玻璃化座舱 看起来比较先进 但并未安装评显设备 仍保留了落后的机头领航原舱 运20最大的优势应该是它的原始设计 从一开始就针对了中国军方的特定需求 尤其是未来超宽超限的装备的装卸能力 这就使得它在面对一些特殊器材的装载过程中 就更能够发挥它的空中大力士的特点 还有一点是值得指出的是 俄罗斯在发展1276上可谓不遗余力 但问题是它无论怎么改 它的机体的剖面 它的尺寸是没办法进行大主书的 都无法解决它对现有的一些大型化装备的吞吐能力 这恰恰是运20先天的一个优势 在现代战争当中 争夺制空权是战争双方最为看重的 在过去的自卫里 人们以为主宰蓝天的是那些性能先进的各型尖击机 但在历史上的数次局部冲突中都说明 空中运输能力是决定一个国家空军 乃至整个国家的军事实力的关键所在 运输机也曾为战争的胜利发挥过重要作用 据分析 现代军用运输机巡航速度 一般是陆上运输速度的15倍 海上运输速度的25倍 航程已达数千甚至上万公里 这也印证了俗语所说的三军未动粮草先行 2003年3月26号 美军用15架C17从意大利空军基地起飞 经过9个多小时的飞行 将第173空降旅近1000名散兵和40部地面重型武器装备 空投到了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控制区 顺利地完成了开辟北方战线和动员库尔德人加入推翻萨达姆战斗的任务 尽管是运输机 军用运输机也应考虑在战时外援断绝时也要形成自主保障能力 说到武器装备战时自主保障能力 最著名的反面教材 莫过于1982年的马岛战争中 阿根廷空军的超军旗攻击机虽然屡立战功 却因为手中只有5枚飞鱼AM39空舰导弹 在法国断绝供货无法补充导弹之后 南线辉煌的例子 而作为未来空军战略运输的绝对主力和特种机平台的骨干 一旦在战时 U-20因为子系统不能国产化 或无法实现自主保障能力而被卡脖子 这在战争中将造成更加难以想象的后果 那目前我们可以这样讲 其实中国的运热史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么快的 我们叫空运空地一体联运的措施 那当然未来通过很多次的演习之后 我相信中国空军的空情组员跟地情组员 经过不断的磨合之后 有可能达到这种境界 那就目前现在现阶段来讲 还有我们透过所谓的我们的视频也好 或是所谓照片来看 事实上可能要离美国的空运一体联运的能量 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而军用的1276就设计了武器系统 其机翼下有四个可拆卸式的UBD-3DA型挂架 它借鉴了雅科28和苏17前线轰炸机的设计 可挂载500公斤级自由落体航空炸弹或照明弹 1276的自卫武器是UKU9K5022火炮综合体 核心是两门GSH-23双连装航炮 弹药基数600发部署在机尾 该炮与图22M轰炸机所用型号相同 但稍加改进 1276还拥有现代战机必备的电子支援设备 机身前部和后部分别安装了四个和两个自动干扰仪 实现了360度全向覆盖 可对导弹导引头和尖击机雷达信号进行干扰 我个人认为1276的成功 首先是一个系统工程的成功 从一开始他们就很明确的提出了一个需求 也就是40吨的有效载荷指标和3000公里以上的航程 这两大指标实际上是引领了整个1276的项目 向正确方向发展 也就是说不为高也又有相对的提升 对我们的启发就是我们不能总是瞄准人家先进不先进 而更应该从一个使用的效能的角度 去认真地确定运20的定位 只有需求的牵引和基础工业能力的保障 同时在科研的研发的推进 才能够促成运20真正成为中国力量的代表 在航展上我们的特派记者还注意到了 刚刚服役不久的国产新型运输机运9 然而随着我国陆上装备重量和体积的增加 运9似乎越来越难以满足解放军战略运输的要求 因此运20核实服役和量产就显得极为重要 而且运20潜力巨大可以改装为空中加油机 电子战机甚至战斗型的空中航母 那么现阶段中国战术和战略运输机的发展究竟有何特点 运20将如何助力解放军空军实现战略转型呢 在此次珠海航展上运9中型运输机也是首次公开亮相 它是解放军空军主要的战术运输机 技术指标接近美军C130J运输机的水平 运9运输机是中国空军装备的新型中型运输机 它的机场适应能力很强 可以在土质的跑道上起降 而且它的货舱也很宽敞 装卸货物很方便 可以用于航空货运空投空降 以及人员装备和鲜活物资的运输等等 在现场呢我们还看到 和运9一同亮相的 还有中国空军空降兵的一些武器装备 资料显示 目前我国空军装备的主力战术运输机 是国产运8运输机 最新改进型运9已经交付部队 运9是根据运8存在的问题 进行针对性改进的型号 其最大特点是采用了 四台国产5300马力的涡桨6C发动机 配备了复合材料6叶螺旋桨 最大起飞重量 巡航速度和爬升能力 比运8有较大的提高 具有良好的高温高原使用性 配备有先进的综合显示仪表 以及先进的通讯 导航 雷达 近地告警和空中防撞设备 保证了飞机在各种气象条件下的安全飞行 特约军事评论员朱克奇认为 从整体上讲 运9主要的战术技术指标 已经相当于美国的C-130这一型运输机 可以满足战术战役级别的重装空投 对空降兵意义重大 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 它可以搭载这么多空降兵的装备 比如说它可以搭载比较轻型的 空降兵使用的铝带式或者轮式的战车 搭载空降兵使用的火力突击车 然后包括这个155毫米的轻型炮 以及122毫米的这种非常简单的车载炮 运9搭载这些武器 把我们的空降兵空投到敌方设防比较薄弱的地区之后 对敌方发挥出一种震慑的作用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 运9的货舱长度在15米上下 货舱高度不足2.5米 机尾开货舱大门 有利于人员和装备的进入 尤其是车辆等直接驶入货舱 它可以搭载不超过20吨的货物 这个货物可以用小型的集装箱来装运 也可以是散件的空投 也可以有空投的平台 然后进行这样的一种空地的 直接的这样的一种后勤补给 然后它也可以搭载士兵 106名士兵 包括这个商员的转运 运9和运8的主要差别 体现在航电和内部的七密舱 结构材料等变化 从外观不容易看出 只有发动机变了型号 原有的四页螺旋桨 也换成了六页螺旋桨 它使用的是涡桨的这种发动机 耗油量和经济性都是比较好的 运9它在整个中国空军的装备体系当中 是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从尾部来看 运9的左右屏尾的翼端 增加了两个小垂直面 在运9这个平台上 它这个加了这样的一个尾翼 说明它是非常注重飞行的稳定性的 在运9的基础上改装了一些特种飞机 比如说这种空中预警机 电子侦察机等等这一类的飞机 所以运9对于中国的整个的无论是航空事业来讲 还是说这个空军装备来讲 都是立下了大功 作为中美两国空军的主力战术运输机 运9和C130J有一个共同的缺点 那就是货舱偏小 无法满足陆军新一代装甲车辆的运输 除了装甲车辆以外 陆航部队的武装直升机 也是必要考虑转运的陆军装备 现代的武装直升机有灰形坦克直升 但整体体积也越来越大了 像H64古武装直升机 它们到蒋古的高度普遍在3.8米以上 这已经超过了中型运输机的高度 上世纪90年代开始 我军的陆军也开始了快速反应部队的建设 也装备了轮式装甲车车组 特别是进入了新世纪 我国的快速反应部队又换装了更加先进的 09式8×8轮式步兵战车 战斗权重增加到18吨 而它的一些改进型 如突击炮 海流炮 双35毫米自行高炮等战斗权重 更是超过了20吨 从运酒来讲 它的航程从中国的中心地带出发 已经可以覆盖到整个的国土面积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当我们希望它 就是说中国现在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海外任务 那么运酒就力所不打碍 那么这个战略价值 巨大的战略价值 这是只有月20才能够实现 那么我们的这个运酒呢 应该主要说还是执行一些战役性的 战术性的这种任务 虽然运20服役指日可待 但大型军用运输机价格昂贵 以我国目前的综合国力 还难以将现有的运输机淘汰 换为运20 因此需要一种相对廉价的机型作为补充 在本次航展的展馆内 首次曝光了标有新中运字样的 四发涡桨中型运输机的模型 记者观察到新中运模型如A400M那般 有着宽大的货舱 这有利于快速反应部队所装备的装甲车辆 自行火炮 导弹发射车等设备的运输 由于新中运采用了与A400M运输机 类似的机动布局 也被军迷戏称为中国版的A400M 其实任何一款飞机都不是包打天下的 它必须要在一个体系当中互相的配合 互相的取长补短 从大型的运输机到中型的运输机 包括我们也有 以前也有一些轻型的运输机 这样形成了一个体系之后 使得我们整个系统的体系的力量 得到一种焕发 在我身边的这架呢 可以说是中国大飞机的起点轰6M 中国的第一颗轻弹就是由它来投掷的 那我们在现场还看到 它身边的这些武器 使得它能够在作战中如虎添翼 那在本届珠海航展上 我们不仅是看到了常变常新的轰6 而且还看到了中国大飞机的新里程碑 运20 而它的出现也使得中国空军 在攻防兼备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中国空中力量正在由国土防空向攻防兼备转型 说到底就是增强空中进攻力量 轰6是中国轰炸机中的中间力量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 轰6作为一款中型中程战略轰炸机 对远程打击暂时不能够独立完成 需要加油机的助力 解放军现有的轰油6载油能力有限 一旦需要夺取并保持制空权 则难以为大规模机群提供充足可靠的空中加油 若运20改装成加油机 可载油近百吨将是现有轰油6的4到5倍 装配的加油系统可通过基附加油点 为一架重级轰炸机 机翼加油点为两架战术飞机同时进行空中加油 并可同时为三架受油机加油 共有60吨时的空中加油活动半径为1000公里 虽然运输机并不是像战斗机那样 非常的吸引人的眼球 在任何时候都是明星 但是运输机的存在对于一个国家的 无论是它的防务能力 或者说它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国家能力 都是至关重要的 运20可以说使得中国空军真正的成为了一支战 就是开始成为一支战略性的军人 有分析指出 有了运20的后勤保障 以轰6K为代表的战略轰炸机 在战时可遂行对海对地轰炸打击 夺取局部制海制空权 为水面舰队实施二次打击清除障碍 特别是经过最新的改进之后 它的航程和载弹量 以及可挂载的远程精确打击武器 都会明显增加 可以实现远程空中防区外的远程精确打击 它的目标绝对不仅仅是第一岛链 运20能筹载的 因为它的筹载量很大 事实上它可以在必要的时候 很快速的把一些我们叫战略物资 不管是战略物资可能是导弹弹体 或是导弹的巡标器 我们叫巡标头 或是所谓弹药 很快速的从甲地运送到很远 遥远的地方的异地 那这个对于所谓的轰6K的 我们叫后勤保障 就是后勤资源能量 是有很大的注意 因为你不可能在事发之前 或战端开启之前 在某一个地区囤住很多大批的军王 在海湾战争当中 美国依靠强大的空运能力 将41.8万名士兵和大量的装备 迅速的运到战区 保障了海湾战争的胜利 从危机出现 到美国空军进驻中东地区戒备 只有几个小时 而从本土空运一个重型机部师 到沙特只用了五天 一位美国将军这样说 在24小时内运来一个营 远比十天运来一个尸更重要 而解放军空降兵发展 并掌握了大型运输机 可连续空投ZBD03型散兵战车 若在战争中 一次出动35架次运20运输机 可一次性空投一个空降装甲团 93辆散兵战车 及配套的装甲指挥车等装备 可同时占领多个交通要道 承担阻击反登陆部队的任务 为大部队登陆提供安全的登陆场 大型军用运输机是军队远程快速部署的主要工具 它的出现对我国打造战略空军大有弊意 运20可在突发性战争和地区危机爆发时快速空运部队 军队日常调动战备训练和国家强险救灾等活动 也需要其提供支援 在当前的形势下 国军最急需大型运输机的方面 是空军航空兵部队的紧急转场行动 运20最大的优势应该是它的原始设计 从一开始就针对了中国军方的特定需求 尤其是未来超宽超限的装备的装卸能力 就更加具有优胜 它更加的大型化 而且在机体宽度明显是大于1276 在机高方面也明显的加大 这就使得它在面对一些特殊器材的装载过程中 就更能够发挥它的空中大力士的特点 运20除了改装成加油机 还可以改装成电子战飞机等空中平台 有分析指 目前中国空军仅有少量的空警2000预警机 而以中国空军现有的第三代重型战机数量来推算 应该至少配备30架大型空中预警机 才能够适应一场中等强度的现代化战争 溢水之隔的日本航空自卫队规模不大 却拥有四架E767大型战略预警机和13架E2C预警机 我相信今后运20还会有不断的改进 实际上1276也好 C17也好 它也都在经历不断的改进 将来我想最重要的改进就是换发 换成中国的国产的大推力的发动机 而一旦换发之后 运20无论是在航程上还是在载重量上都会有相当大的提升 也许在经过了换发之后 运20和C17在一些关键指标上的差距可能就会得到相当的弥补 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可能返潮 历史上美军用运输机改做轰炸机甚至抛弃了专业战斗机 在2007年空袭索马里恐怖组织营地的行动当中 美军出动的AC130炮艇机就是从著名的C130运输机改装而来的 航大的内部机舱正好用来安放加特林机关炮速射炮以及大量弹药 与普通战机往往从目标上空一缕而过 实施俯冲投弹的模式不同 炮艇机主要围绕目标进行环状飞行 将凶猛的火力在短时间内倾泻到目标头上 目标就如同被炮艇机推进圆圈禁锢的猎物 只有坐以待毙的份 因此也有分析称 Y20如果做战斗改装 或将可以发挥空中航母的作用 不过特约军事评论员吴健认为 改装不是不可以 但需要考虑到飞机专用设计的性能指标应当慎重 因为我们知道军用大运首先要保证的指标 是军队的吞吐需求和在野战环境下起降能力 而这些要求又必须要进行相关的特种设计 那么在改装成其他特种平台的时候 会不会形成性能浪费呢 我们必须要审慎的评估 目前美空海两军都已经启动了新型战机的研发项目 空军计划通过FX项目 研发能够替代F22的新型战机 而海军则希望通过FAXX项目 替代波音超级大黄蜂FA18EF战机 文章还指出 美空军的FX战机将重新赋予美军绝对优势 使之有希望用军事手段来遏制潜在的对手 那么以现在F35三军通用型的一个情况来看 那么不但是时间大大的延期 而且费用大大的超支 还不能很好地满足三军的一个各自的需求 通用型的一个战斗机 在F35身上已经表现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在下一代时候 那么美国空军和海军也就开始 又重新开始研制 具有各自需求特点的战斗机 据报道 比起海军相对低调的FAXX 雄心勃勃的空军新式战机 将不会只针对目前的四代引擎战机 而且会针对下一代产品 分析称 美空军需要一种空中优势战斗机 能够应对未来所谓最具挑战性的威胁 到2030年 美空军目前装备的高性能猛轻战斗机 已超过30年 F15C机队将超过50年 同时 两型战斗机的数量 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减少 因此 FAX可能是一个全新的设计 一份关于美军下一代战机的备忘录显示 五角大楼在考虑有人驾驶飞机的同时 也在进行对无人机使用网络化武器 传感器 电子战和指挥与控制能力的研发 媒体普遍认为 这是五角大楼对无人机竞争崛起的反应 一名海军官员也表示 下一代战机平台本身 可能是新的或者既有的 或是聚焦于有人或无人 那么以未来20年之内 才能进行这种战斗机的研制 也主要侧重于无人方面的一个对地攻击 这方面来说应该是比较好的 它可以做得到 那么空战的无人机的话 在很大程度上还难以实现 所以在此基础上 美国现在呢 它可能同时展开 有人战斗机和无人战斗机的一个研制 那么以有人战斗机为主 然后侧重于无人战斗机的一个技术积累